而持续要来看到海葵台风的最新动态 它不止路径难修 而且时速移动大约跟脚踏车一样 比预期的慢 而海景发布的时间又延后了吗 请教宣童 好没有错 最近的台风很多 但是真的很难预测 最主要就是因为台风与台风之间 也彼此会做一些牵引 虽然没有达到藤原效应这么强 但是台湾处于整个大低压的环境里头 本来就会受到彼此的牵引以及影响 就来看到了 其实现在这个海葵台风 预测路径认为会再往南修一些 不排除可能就会从花东地区来登陆 那么影响当然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 增强的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来得再更快一些 以及整个大低压带它处于西侧的关系 所以会往南一点点 我们就来看到目前这个中台海葵 它所在的位置就在整个东南东方 大概830公里处 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往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 它速度是有放慢一些 所以原本预计在今天傍晚的时候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现在时间又再度往后延 也就是说预计可能到了晚上的8点半 它才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所以时间一往后推的路径时间 就有可能会拖到明天的中午之前 才会发布路上的台风警报 但是影响台湾最严峻的时间 还是在礼拜日到礼拜一的这个过程 所以要特别提醒民众在这之前都还是要做好防台措施 那么很多人就也看到了 其实现在它还是属于一个中台等级 不排除未来 还有机会会再增强增胖一些些 而暴风半季目前也是150公里 所以如果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 当然影响层面就会变得比较广一些 如果它的暴风圈再来得更大一些的话 这很难说 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 就是赶快的提前来做好防台措施的准备 确实就如轩童所说的 现在海魁台风还有机会 会不会继续长胖长大 还要持续观测 但是它的中心会登陆 会有机会 有北向南经过台湾吗 好没有错 这个海魁台风 就如之前的苏拉台风 其实原本一开始 苏拉台风也以为会从台湾登陆 但是后来不断的往南修 而现在的预测路径呢 也是从原本在昨天的时候 认为会从台湾的北部海域来通过 接着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认为会朝北部的海岸线来通过 早上现在又认为从宜兰 但在现在最新的一报 认为它会从花东地区来登陆 而我们稍早也问了一下 气象局 他们说其实有一些模式 也不排除可能就会走巴士海峡 但是走平均的路线来看的话 还是以花东几率最大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侵袭几率 其实呢 这一个是上一报的 花点线目前的侵袭几率呢 是来到了80% 而台东则是75% 比宜兰的65% 还要来得再更高一些 我们就看到各国模式的预测当中呢 其实在上一报都还普遍认为 会从花莲到宜兰 宜北的地区来做登陆 但是主要还是受到这太平洋高压 比预期中想象的还要来得更强 牺牲得更快 所以它就往南走了 那么我们也关心到 其实各国模式的预测当中 其实不止台湾部分的系级模式 认为它会往南走之外 像是在美国模式 其实在上一报的时候就认为 它有可能会朝花莲台东的交界处来登陆 接着会穿过我们台湾 接着是来到了中国大陆 所以不排除 未来都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会持续的带大家来掌握 只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这个海魁台风 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虽然它现在还只是一个中台 但是它在靠近台湾的时候 这边会经浴一个比较暖的海域 所以它还是有机会会再发展 再变胖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它会来到中台 再上面一点点 但是有没有可能达到中台的上限 目前几率认为会比较低一些 最主要是它靠近台湾的时候 还会被台湾的地形所破坏 影响层面就会相对来说 就变得更小一些了 但我们都会持续的带大家来掌握新话 播却时候宣同刚刚说了 登陆热区目前第一名的是花莲 再来是台东 最后才是宜兰 那想请教 这个目前台北已经感受到零星降雨了 而周末海培台风的风雨的雨区会如何变化呢 好没有错 这个台风呢 现在是步步的禁闭当中 但是对于台湾的影响还没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雷达回波图上面 一层一层从海上打上来的都只是外围环流 其实呢在稍早的时候 包含像是我们新闻画面也有带您来看到 在淡水这边有一些强劲的强震雨出现 甚至在宜兰上午的时候上半天山区呢 也有一些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 而且在云迦南一带呢 也发布了大雨特报 这些都是受到了苏拉台风 还有海魁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但是随着入夜到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呢 感受上风雨会变得越来越强 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今天的降雨也说了 其实主要是以整个东北部 还有云林引南 除了台风外围环流 还有在午后雷阵雨 热对流发展旺盛也会导致这边的雨量 来得比较多一些 那么时间点到了礼拜六的下半天 会发现这雨区逐渐的扩大 来到宜兰 花东 宜北 都是强降雨的几率 有可能会来到好雨等级 大雨等级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都还只是气象局原本的预估 也就是从宜花登陆 但是如果它往南移一点 影响的区域又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透过这一张图来看到 未来的降雨趋势了 其实礼拜六 礼拜日 礼拜一 都是我们需要严加戒备的 礼拜六它慢慢地靠近 所以在整个宜兰地区首当其冲 当然风雨会最强 尤其在山区 有可能累积雨量会来到250到300毫米 那么来到礼拜日这一天 你注意到一样是中南部的山区 雨势会来得比较大之外 整个花莲也会变得比较多 因为预测的路径会往南再修正一点点 所以不排除如果今天台风 它再往南修 可能从台东的地区来登陆的话 那么在台东地区的影响也会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往南修 好消息是对于北部的风雨就会比较小 因为目前看起来 它的暴风半径只有150公里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相对来说 如果它从宜兰地区来登陆的话 这个暴风圈就有可能会让整个淡水河这边 排水就比较难一些 海水很难宣洩出去 就会有积淹水的情况 所以它路径难修 对于北部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还是不能留意的 还是不能不提防的 就是它到时候在东部地区登陆之后呢 整个花东地区这边的风雨最强 而当它过了中央山脉之后 整个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也会越来越大 而到了礼拜一之后 它虽然已经渐渐地远离 但是受到了这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整体来说这水汽还是偏多的 即使到了礼拜二到下礼拜四呢 台湾也处在一个大低压带的环境里头 水汽都偏多 所以出门的时候都还是要记得 攜带雨具新话 好的我们谢谢宣童 所以周六下半天到周日呢 是台风风雨影响到全台最剧烈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防灾了 谢谢宣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